几点零五分,国际最新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在阿富汗的分支ISIS-K 上个星期在喀布尔机场附近发动了恐怖攻击 造成13名的美军不幸的殉职 而美国总统拜登20号他亲自来到了德拉瓦州多佛空军基地 迎接殉职的美军遗体归国 那画面上面你可以看到拜登跟妻子吉尔还有国防部长Austin 他们的表情非常的肃穆站在第一排 对着下击的殉职官兵遗体致敬 那么13名罹难的美军当中包括了来自加州23岁的海陆女中士吉一 她从军至今大概是三年多的时间 而前几天她还在个人的社群媒体上 放着抱着婴儿充满母性光辉的照片 没有想到这却成为她生前最后一张照片 请订阅按赞分享TVBS News频道并开启小铃铛 同时用手机下载TVBS新闻app 随时掌握国内外交点等你哦 请订阅按赞分享TVBS新闻app